教会是神的家 是神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建造的房屋 教会是那些信基督蒙救赎之人聚集起来的会众 这会众就是神的房屋 而在建造这房屋时 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房角石 就是耶稣基督 神一直在建造这房屋 在建造初期时 需要先建立房屋的地基 神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基督的门徒们 换句话说 神让使徒和先知成为他房屋的根基 福音真理的范围 便因着使徒和先知而确立了 使徒和先知告诉我们神的旨意 就是基督为什么要受死复活 以及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在他们如此见证之前 世上没有新约圣经 当时能看到的只有旧约圣经 尽管旧约里面隐藏着福音 但若没有使徒和先知把福音揭示并记录下来 我们就得不到福音 然而 因着使徒和先知得到了启示 把隐藏在旧约圣经中的福音揭示给了我们 我们才得以明白福音真理 那为什么是通过使徒和先知的启示来接受福音呢 因为初期教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外邦人 而非犹太人 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刻 因此很不容易理解福音到底意味着什么 更何况 他们在世上时所掌握的知识和这些理论 都是倾向于反对福音的 因此 很难指望他们能正确理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帝通过基督的门徒们完成了信约圣经 此后 基督教会在三百年的逼迫中 一直同心合意地守护着福音 就像这样 福音真理的范围是早已确立的 基督教会就是在这个坚固的根基上不断建造 但遗憾的是 至今为止的基督教会经受了无数次的分裂 导致了许多人跌倒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总有人出来带头 藐视两千年前已经打好的根基 想要建立新的根基 这些人无视视图和先知的角色 背起视图和先知所传的福音 声称得到了迄今为止 人们未曾知晓的新启示 假如 福音真理的根基被这些人动摇了 上帝的房屋还能牢固地建造起来吗 我们还能听到完整的福音吗 显然不能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听到福音并得救 是因为早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信仰前辈 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这根基 我们若认识到福音的价值 也认识直到世界末了去拯救万民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自己一个人得救 而是会为了下一代能听到福音得救而不懈努力 要知道 联储自己也没有超越师徒和先知的根基 而是亲自做了房教师 那我们更应该坚固地站稳在这根基上 为了上帝的房屋得以完美地被建造 就让我们谦卑地担当福音的使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